今天我讲的题目是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 谈到民主和专制这两种制度的比较 前人有过大量的论述 汉流冲动数不生数 在我看来 其中就以数人头胜过砍人头这一句最精品 专制就是砍人头 民主就是数人头 单单凭民主用数人头代替了砍人头 那么民主就比专制优越一百位一千位 哪怕民主有很多很多的弱点 但是单单凭了他用数人头代替了砍人头这一点 那么他就是值得大力肯定大力支持的 我们知道你看一部中国历史 几前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为了争夺权力 就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 你杀我我杀你 灭门灭族血流成河 尤其是在中共建政以后 仅仅就是由于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这个人民祈务员 自个儿疑心生暗鬼 生怕别人篡党夺权 那么就对人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屠杀 不管你是身居高位的共和国主席 还是十几岁的小孩子 盖摩例外 所以呢 这就是中共专制制作最大之乐 而民主的好处呢 它就是用数人头这种方式来代替了 取代了过去用砍人头这种方式来决定最高权力 用这种办法来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分歧 现在很多人说 哎呀 今天中国因为中国问题太多呀 所以还是需要一个专制来统治 因为只有专制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那我们当然都知道 历史一再证明 民主能够比专制更好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但是我们主张民主反对专制 还不仅仅在于这一点 我们支持民主反对专制 很大的成在于 我们不是说专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们甚至可以承认 有时候专制好像显得比民主还更能解决问题 因为专制它没有底线 它没有原则 它做事毫无忌忌 因此它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因此有时候看起来似乎大刀过斧 立竿见影 但是我们反对专制 反对的就是它压制人民 反对的它就是用强力 迫使人民接受它的各种决定 我们反对专制还不在于专制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 我们反对是用专制这种办法来解决问题 我们反对的是用专制这种办法来解决问题本身 我们之所以主张民主 那不仅仅是因为民主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 其实民主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为人类怎样解决问题 提出了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所以我们才大力支持民主 大力的支持民主 用各种力量促进在中国早日实现民主 从今以后结束在中国为了最高权力的争夺 而那种流血的历史 就像很多人讲的 几千年来人类的各种进步 最重要的进步就是把权力关到笼子里 所谓把权力关到笼子里 或者换一种说法 那就是用属人头来代替砍人头 这就是用属人头来代替砍人头 这就是用属人头来代替砍人头来代替砍人头